是的,不管剧透的怎么鬼扯,Q当然不可能是阿湘,至于Q是谁,打死我都不会说的,要说的话,只能说是一位华人偶像中的偶像,红了四十年的顶流,以及另一部春节档大片的男主角,真正的悬念是,最后的谜底揭晓后,唐探三票房还能超越战狼二吗? 截至2月12日零时,唐探三已经以9.68亿创造中国影视单片预售总票房记录,轻松打破此前由复仇者联盟四保持的影视预售总票房记录,甚至小盛北美影视预售记录,创单片单区最佳预售成绩,目前猫眼对影片最终票房的预测是58.92亿,超过了战狼二创造的56.8亿国产电影影视最高票房记录, 也就是说,假设唐探三的确按照正常票房轨迹发展,就将成为新的国产电影票房No-E,唐探三历史级的开局爆发力,背后的逻辑既是其高度活跃的粉丝存量和路人好感度,也的确与影片的高票价X高观影热度有关,而许多观众之所以毫不犹豫为影片买单,一个关键原因又是想在第一时间亲眼见证影片终极悬念的破解, 谁是Q,但接下来呢?凭借强大热度打开市场的唐探三,无疑将收割春节档期的第一波红利,可这样的热度和票房爆发力是否能延续整个春节档? 而更大的悬念是,首个华语宇宙,是否真的能从此开始?他才是Q,原来陈思成使用了这么多障眼法,三部电影,一部网剧,陈思成为唐探系列埋下的所有的坑,都在这部阶段性大结局中得到解答,作为国内少见的喜剧家推理作品。 唐探二之后,各大社交平台已经掀起了一场关于Q真实身份猜想的集体狂欢,而唐探三既是这场狂欢的高潮,也是结局。 为了隆重完成这次的答案揭晓,陈思成特地将故事的发生地安排在日本,重回密室杀人案和本阁推理,还用Q设下的逼格满满的闯三关,又为观众设下另一个惊天迷局,秦峰被捕,光是预告片呈现出的精彩程度和信息量,影片不报才怪,也正因为如此,观众极其容易掉入陈思成部下的思维陷阱, 首先是会误以为Q是斯诺,唐探一中的斯诺出场不多,但结尾的邪魅一笑,是当年很多人心中的年度惊悚瞬间,从智商上看,斯诺的确可以承担Q的身份,何况这个角色的回归本身,就带有高度的戏剧化暗示,不是Q,也是和Q高度相关的角色,更令观众意外的是,Q也不是秦峰和唐人。 事实上,陈思诚一直在不断强化秦峰的天才人设,正是从他口中不断冒出的专业推理名词,让观众跟着长知识,可是这个熟悉曼哈顿计量法,麦当劳三要素,洛卡德交换原理的推理天才,也遭遇了母亲早逝,父亲入狱多年,生长在特殊环境的命运, 他该如何理解好坏的概念呢?正是这种成长的复杂性,令他说出那句我想完成一场完美的犯罪,而唐探一和唐探二的结尾,秦峰都察觉出了幕后主使,但都被动或主动放走了真凶, 如果说他拿斯诺是真的没办法,那么放走宋义则完全是他听从了内心的善恶法则,而第一部里那个漆黑的毛子似小白兔般纯洁干净的少年,也在第二部中,出现了一边邪魅一笑的阴阳脸,这正是为什么许多观众相信,他的第二人格,就是Kill,秦峰的父亲更加不是,一个长期深处狱中的角色,又如何构建庞大的犯罪组织, 但是,如果说这些角色不是Kill只是令人意外,那么唐人不是Kill则是令人感动,所以,他当然也不是Kill,相对于让他成为Kill令观众大吃一惊,保留唐探第一组合的活种,显然更为重要,而真正的Kill,可以说既令所有观众大吃一惊,又的确在网剧的暗示之内,Kill是个组织并不令人意外,令人意外的是组织的首脑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Kill, 到底是谁,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编剧都不会将这个人物设置为系列的颜值担当阿湘,陈思成当然也不会,悬念揭晓,唐探三还能超越战狼二吗? 但在取得了现象级的开化票房后,随着核心悬念Kill是谁的解开,唐探三还能像猫眼电影预测的那样,一举打破国产电影影视票房记录吗? 理论上说,即使在当前环境下,依然有可能产生超越战狼二的现象及爆款,因为拿目前国产电影来说,其实没有任何一部电影真正触碰到天花板,哪怕战狼二都没有。 而在观众的观影欲望压抑了整整将近一年之后,只是一部八百是无法将这种观影期待彻底释放的,这一切更加成就了春节档的电影,问题是,唐探三是否已经足以匹配创造现象级的条件? 战狼二的观影人次达到了1.6亿人次,哪吒1.4亿人次,流浪地球接近1.1亿,跳均价35,可以说三者都动员了最广泛观众,年龄段范围最广,也取得了最高票房,1.6亿的观影人次也是创纪录的水平,这相当于2016年全年内地电影市场观影总人次的八分之一,超过了2007年全年观影人次的总和, 而这背后既有影片质量和口碑的支撑,也有情怀的加成,而唐探系列由于类型克制,情怀分相对有限,更多依靠的是陈思诚苦心营造的唐探宇宙形成的票房加成,但影片的舆论发酵程度可能比不上三者,从口碑上看,像哪吒曾创造过猫眼9.7份, 逃票票9.6的观众层面神级口碑,这种口碑最终也完全转化为一股强势的能量,直接席卷了市场,那么唐探三是否能达到这样的口碑量级,显然还有待观察, 首先是春节档强者欲强的市场规律影院知道唐探三热度居高不下,因此连续安排多场次放映,只要能够持续保持高上作率,唐探三就能持续占据市场优势, 另一个关键是人们追逐爆款的羊群心理,电影在很多市场都是依赖一群有稳定观影习惯的观众,但中国市场并非如此,特别是春节档,很多没有观影习惯的观众会走进电影院, 不难理解,没有固定观影习惯的人群更容易因为一个刷爆朋友圈的口碑而走进电影院,从而推举出一个又一个超级爆款,可以肯定的说, 唐探三没杂,但豆瓣网友很可能不会像普通观众那么爱这部影片,因为影片的推理部分几乎是三部最弱,但即使给出差评的观众, 也普遍对影片的喜剧部分给予好评,从剧情来看,从密室案,东京时,能法闯关,到秦峰被诬陷入狱,如同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特别是前半段的喜剧完全保留了唐探系列风格,甚至可以说是整个系列中的最佳,所以,去掉一个最高分,喜剧,去掉一个最低分,推理,唐探三还剩什么? 答案是,唐探系列最核心的部分唐人皆探案第一组合,一定程度上,表就唐人充当了秦峰父母的角色,这个不靠谱的长辈,从第一集开始,就带秦峰见识到了真正的人间烟火, 理解了世界的复杂多面,也正是两个人的打打闹闹,让唐探系列区别于以往所有的推理项作品,但正是在阶段性收官的唐探三里,看着他未入狱的秦峰来回奔走,最终成为秦峰脱困的关键性角色,这一段戏又真的是感人至深,此外,陈思成的确没有浪费这套华丽的阵容, 秦峰木聪和托尼甲都很好笑,然谷江泰,陵木宝奈美,三浦友和都很有特色,尤其是陵木,太美了,而长泽雅美则一举成为唐探系列里最有感染力的旧妈角色,也就是说,陈思成的喜剧加推理加一国风行票房公式依然成立,当然影片最终票房走向,依然取决于影片后续口碑,但我相信以现有的稳定品质, 影片大概率将打入国内影视票房前三,而能否最终登顶,则要看推理层面的不足将多大程度影响影片的口碑走向,无论能否超越战狼二,可以肯定的是,从唐探三开始,唐探系列将会进入一个全新阶段,就目前来看,唐探宇宙已经逐渐成型, 世界各地都有唐人街,少了阿湘,还有新的旧母在等待,立志完成完美犯罪的秦峰,是会坚守光明还是被黑暗招安,也依然存在巨大的挖掘潜力, 陈思诚不是说已经开始给秦峰打造个人单体电影了吗?更关键的是,一个新的故事已经在前方等待影片结尾的大笨中,是在预示英国吗? 所有人都知道,那里是福尔摩斯的故乡,而真正的天王级Q与秦峰之间,当然必有一战,谁不想看两代顶流斗法呢?而且张子峰也已经长大了,从各种意义上说,影先在内容上依然有无限的延展可能,这个系列当然还有得搞。 这么多年来,春节看唐探,已然成为了一个仪式,亲朋团聚,一起找梗,寻找Q,成了观众的快乐源泉之一,比起唐探三票房能否超越战狼二,如何为系列找到新的Q,延续观众笑着烧脑的乐趣,才是唐探系列未来的核心悬念。 唐探系列的巨大成功证明,陈思诚的确是国内最聪明的电影人之一,那么接下来陈思诚还需要证明的就是,在他离开系列的导演岗位之后,新的创作人能够向观众证明,唐探系列的聪明没有用完。